POP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6点到7点钟第二阶段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蔡师平 今天是四天廉价的第一天 刚才前一段我们为各位 忧国忧民 再关心一下美中台三角关系 到底该怎么办 对不对 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 我们的现实生活 在疫情肆虐的当中 我相信很多朋友 也是很勇敢的 为了让我们的这些旅行的业者 餐厅的业者 还有让家庭的亲子关系 能够不要因为疫情 而受到很大的干扰的话 很多人其实还是选择到 到处去走一走出游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要跟一些外国的朋友 在解释你所去的地方 到底哪些点值得推荐 哪些点有什么特别的话 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说 自己讲当然是一回事 可是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资源 上网去查OK也可以 可是如果说有一本很棒的书 他就中英对照 让你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而且有观点的一种指南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正因为如此 所以刚才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 六点钟之后 我们请来了一位贵宾 他今天带着两本书 来跟我们聊 第一本是台北挑剔指南 第二本是台湾挑剔指南 从台北挑剔到全台湾 这个人也够挑剔了 来跟各位介绍郭佩玲 佩玲你好 大家好 佩玲很年轻 没有啦不年轻 不年轻 那是因为戴口罩的关系 佩玲因为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她戴着口罩 在跟大家一起聊天 我们来聊一聊 你自己很爱吃喝玩乐吗 对啊 通常自己吃喝玩乐 这个很重要 你很难说一个人不喜欢喝咖啡 结果她说她要开咖啡店 一个人对吃喝玩乐呢 不讲究 结果她说她要做这个吃喝玩乐的事业 所以一定还是要自己要玩在里头 最开心 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吃喝玩乐型的人 我为什么这样问呢 因为比如说好了 像我太太 她如果要去哪里旅行 对 她会之前就开始做功课 然后找餐厅 然后这餐厅呢 有多好吃又怎样 那我呢 就懒懒散散 觉得随遇而安 到哪里都 到那边再慢慢找啊 再来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在猜 你应该是跟我太太的类型很像吧 有一点 不然不叫挑剔 挑剔就是挑你喜欢的店 那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定一样 那像我的话 因为以前工作的关系 还有兴趣的关系 其实都喜欢找一些比较有设计感 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小店 然后所以其实 就是多年来住在台北 所以就会可能放假的时候啊 或者是可能有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就会去到这些地方 所以其实平常就有在累积 就是觉得台北这些很棒的小店的名单 在这个台北挑剔指南 Good Eye Taipei呢 里头呢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的面向拉得很开耶 对 对 他用英文ABCD的字母来排 你看从书店 图书馆 庙宇 经典建筑 老屋活化空间 博物馆及美术馆 艺朗 艺术村与交流空间 文化创意园区 制造者空间 制造者就自己的 艺术展览 表演艺术活动 影展 书展 点点点点点 我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其实台北真的太丰富了 然后我在台北里面 可是是你一个人之力耶 对啊 所以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去整理那个架构 就是说里面有分了五个章节 第一个部分 那刚刚就是主持人介绍的 其实是第一章 就是艺术与文化的部分 那第二章是设计于生活风格 还有呢 后面还有呢 对 然后第三章是就是吃的嘛 那第四章就是可能音乐啊 因为台北有很多音乐表演空间啊 然后像老外来都很喜欢去找台北的酒吧 所以这是第四章 那第五章就是住宿的部分 那其实在五个大类别下面 还可以分很多细项 就是像刚刚讲的 比如说艺术文化下面有这么多的 光是一个台北挑递指南 他就已经琳琅满目了 三百多家店 琳琅满目 所以通常你是用什么方式去收集这些资讯 更重要一点是因为 你一定还是有自己挑递的部分 挑递其实也就是有一种价值判断了 他不是说我把这条街上的十五家店 全部都讲一遍 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那就变成是工业局 或商业局的资讯指南就好了 所以你既然就要挑剔 挑剔指南的话 就一定意味着 你是有自己的判断了 你为什么选他 为什么不要某一些 对不对 其实因为这本书一开始 是想要写给我自己的外国朋友 所以我的第一个守则就是 哇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我真的会带我的朋友去的店 那这个就是我会放进来 那接下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考量 比如说像书店 我就是每一个类别选了六家店 那我会尽量让他里面的店是不重复的 比如说我举例好 比如说书店里面 我有放一家叫Mengasic在公馆 他就是买一些漫画 或者是独立刊物 那有另外一家店是台湾的店 他可能就是卖一些比较本土意识相关的书 对对对所以就是里面即便是书店 但是他里面的风格或者是感觉都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这要先那个 因为当你说你这是一本有态度的书 有一个自己挑剔的观点的书的时候 我们要说明一下 你的态度跟挑剔观点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当时写这个书 我是因为我算是有一点文创或创意的背景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的初衷是我想要把台北这些好的品牌 好的团队介绍出来 其实就是比较接近书里面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跟主持人有闲聊 有聊到说其实台湾已经有一些英文的旅游书 小册子或者是之类的 可是它是比较general的资讯 就是比如说台北好山好水或什么的 那可是像这些比较有态度或者是比较有个人特色的店 就不一定有一个资讯或者有个平台把它整理的很齐全 所以那时候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然后就先把这些店整理出来 因为我自己很多朋友也是创作者或者是设计师 那其实像台湾的设计产业很多都是中小型的团队 然后他们可能光是忙 就是比如说创作开发产品就已经忙不过来 其实很少顾到说行销甚至是英文内容的部分 那我就觉得很可惜啊 就是其实台湾近年来很多外国旅客啊 那你都来到台北了 可是他只是因为不知道说有这些好的店 比如说大道成那边有很多好的小店啊 那如果说因为只是缺乏资讯管道 然后就错过了 我就觉得天哪太可惜了 你都千里迢迢来一趟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 那我一定要把这些地方都很完整的 就是收集起来放在一起 那这样旅客来的时候 他就不会错过这些地方 而且也可以支持一下 就是我们台湾的设计的产品 因为其实我觉得不输国外啊 也做得很好 那就是资讯要让大家知道 看起来你在整个台北挑地指南里面 很清楚的说 他有一个蛮规格化的 就是说每一样的这个特殊的议题的 这个点的介绍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英文中英文对照 大致上说明一下 然后再挑出一些特定的点 大家通常都是六家 对对对 六家店 然后六家店也有中英文做一个简单的对照 这个文稿也是自己撰写吗 对对对对 台北的话大部分是 然后其实说里面有一些 我叫做深度特辑的文章 因为比如说 其实蛮有趣的 像是里面有介绍可能 比如说LGBTQ议题 因为台北其实是亚洲 这方面蛮有名的一个城市 那像是介绍食物那边 比如说我外国朋友来都超喜欢吃蛋饼 那我就想说 他们回国之后没有蛋饼吃怎么办 所以就写了一个 如何用面粉做蛋饼的食谱 对啊 那也有介绍 比如说音乐 你必听了十张音乐专辑 所以像这种就是 比如说像店家 它比较是一个实体的店面 那可是有一些软体的内容 我觉得还是要补充进去 比较深度 好 这也就是这本书好看的地方 而且在编排上 这本书整个的编排的方式 也非常的文青 非常的吸引人 各位再用手机滑一下 你再滑一下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这本书的样数的模样了 它是时报文化 为郭佩玲小姐所出版的 分别是台北挑剔指南 然后进化到台湾挑剔指南 青年雨天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想我有你从此变得精彩有趣 不要大声的说我爱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就一起在一起 好 其实我们到国外的时候 也会有类似的状况 我们一定会查一些 相关当地的一些 包括旅馆 包括餐厅 包括一些可以去玩的bar 景点 那个时候 你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有 比如说如果我们到日本 你如果懂日文就OK 不懂日文的话 你当然希望有一个中文的介绍 或至少英文的 英日的对照 到别的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将心比心的话 回头想一想 国外的朋友来到台湾来 他一定也是希望这样 他如果能够直接读中文 那我们最开心 对不对 但是他如果不能 那他显然需要一个英文的 最起码是英文的 如果将来还行有余力的话 发展出西班牙文 日文本 韩文本 当然都很好 但是通常我们都假设 会跨国到异域去旅行的话 他的英文基本上都还可以做一些 基本的资料的阅读 那在这个状况下来讲的话 台湾挑递指南 还有更早的台北挑递指南 其实都希望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而他的这个作者呢 郭佩玲 就在我们的现场 所以我们继续来聊 从台北挑递指南出来之后 你当时心目中就已经有 台湾挑递指南这样的一个 接下去的构想了吗 有 因为其实我是台中人 所以就是出完台北之后 就有人问说 那你台中人 台中勒 台中挑递在哪 然后所以那时候 其实就有想法说 那我可能要把 其他重要的县市也做完 那开始进行之后就觉得说 比如说我那时候是想说 比如我可以做台中 台南高雄 花东就结束 那大家想一想 哇那这样其他县市不做好可惜 都头都洗下去了 那就干脆全部都做 对所以就把全部县市都做完 因为你在台北待了很久 所以做台北挑递指南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你生命历程中 长期累积的 对对对对 可是做到台湾挑递指南的时候 那就有一些县市对你来说 一定是经验上是比较缺乏 对没错没错 所以这样讲好了 台北挑递指南 从真正的构想到完成书花了多久台北 哇如果从你有那个想法开始 那从直接操作开始好了 直接从操作开始 可能15年2015年的时候就 呃有开始在动 然后真正出版是17 17两年 对那还有一种状况 到15年的时候 因为终究还是有一些资讯会变动嘛 对啊 你怎么去掌握它呢 会做调整 对所以 再做一次check 没错出版之前我们会再检查一次 然后每一次再刷的时候我们都会更新 那因为你看其实店家变动很快 所以我们还有做一个web app 那我们如果有随手资讯的更新是可以在app上面就直接调整的 对 所以最新的资讯会在app上面 没错 因为有些资讯你必须做调整 我们我们就就就讲吧 台北大家最喜欢的呃成品敦南店24小时的 嗯 可是你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 他到今年2020的5月底 嗯 他其实也就也就到高一个阶段了 那这种资讯如果说没有更新的话 真的有可能老外朋友跑来 兴冲冲的跑去 一发现的哎 怎么都没了 像这种资讯 这个还是已经公告的 但是也有一些资讯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当中 你看有些资讯他可能变得非常快 所以还是要要请大家也可以 一边看这个书一边来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些资讯的调整 当然对作者来说 太快资讯调整你也没办法 可是像你讲的有一个web的时候 website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一个补救了 台湾跳地指南的时候 你是从北部开始往下走 还是先做中部 其实是跳着做哎 因为他每个县市的架构是一样的嘛 所以其实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其实这本书的写作 就是团队更庞大 因为有一些县市是找就是当地的专家 或者是当地的朋友一起来合作 对所以其实没有说是按照顺序完成 而是各个县市 就是随机的按照一个 就是觉得这个县市好像可以开始写 就就把它完成了这样 台湾跳地指南花多久时间 可能也月末前前后后两年啦 可是因为中间还是有做其他的事情嘛 对只是说因为台湾的资讯量又更庞大 然后所以的确花的时间也久一点 不过因为已经有做台北的经验了 所以其实在过程上面或者是制作上面 都都已经有一个潜力可循 好因为我们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呢 在这个大北部地区或者是在包括这个大新竹地区的朋友 对大北部大概都算是稍微熟一些 那我们今天呢 为了让各位更多的了解了这个台湾跳地指南的特色 所以我们稍微往别的县市稍微走一下 你在做其他的县市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构想跟做台北挑剔指南的时候是一样的吗 我为什么这样问呢 因为每个县市还是有它发展程度的不同 甚至各自特色的不同 那比如说我随便举例来说 你用彰化这个地方 你就不太能用大台北的角度来思考 甚至有时候可能都不能完全从台中市的角度来思考 对啊其实每个县市都不一样 虽然它的架构是一样 比如我举个例好了 像是我每个县市一开始都会有一个县市的简介 然后有一个资讯的推荐 接下来是店家的介绍嘛 那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啊 它上面的分类会不太一样 所以你还是有因地质疑了 对对对像刚刚提到了彰化 因为像彰化的话可能 艺术与文化的景点它稍微少一点点 所以它可能就只有一页之类 那后面可能就是比较多是吃的 对啊所以其实上面的类别会根据当地的选择出来的点 然后有一点点差别 但是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在地的某一些文化 或者历史的特色 又可能是其他的城市的都会一点的这个县市呢 又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都是有稍微做一些调整 虽然它架构看起来是一样的 对那因为你你用的是中英文对照嘛 那再下来是很多的店家的这个资讯 店家这些资讯所里面大量的运用了一些图片 是图片的部分呢 图片的话我们一半是会跟店家要 一半我们自己拍 比如说有一些像是选品店书店 其实大部分店家都有自己拍的美照 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要来使用 那但是一些比较小吃累的 那个我们就是要发摄影师去拍 因为店家可能没有照片 对 你这样子大量的跑 或者大量的收集这个全台湾的挑递指南 这个资讯之后 他一定有个筛选的过程对不对 对对对 筛选的标准呢 其实跟刚刚台北一样 用你自己的特定的某种品位去判断 对 然后基本上 比如说刚刚除了提到说 要喜欢你要带朋友去 然后或者是说你的风格上面就是类别有一点不一样 其实因为其实你除了台北或高雄 交通是一个蛮重要的旅行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如果同样有两家店 那一家比较难抵达 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交通上比较好到的店 因为比如说以外国游客来说 他可能没有捷运的话 他就要租个脚踏车啊 机车啊 之类的 他才有办法在其他的县市存活 对 所以我们会尽量选 就是像前面比较主观的标准筛选完之后 就会根据这些比较客观的条件 这个书的编排呢 非常的文青 所以他大概就是现在我们台湾很流行的这种文青的 小日子的小确幸的这种思考的方式 书的编排呢 很有意思啊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那我现在我现在随手翻一页啊 这个每一页这个页呢 刚好是一个图有图的 他就是一个手绘图的 台中火车站周边与旧市区 他就会从早上九点半开始 他像是列了一个这个行程表一样 叫城中路线 你只要早上九点半起床呢 他终于门对照哦 那来到第二市场吃个早餐肉包 然后呢三样和红茶 然后十点半的时候呢 他会建议你到日式的这个古迹台中周厅还有台中的示意所 然后十二点钟的时候呢 他建议到台中的春水堂创始店 或者是中区的老店呢 午餐饭后呢 还有甜点名店 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呢 你可以到台中名产跟伴手里呢 去shopping 下午两点半的时候呢 你可以漫步这个绿川 顺道呢逛逛书店 跟你小店 下午四点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台中车站的附近的探险 这个车站建筑呢 他也推荐值得一看 下午六点的时候呢 你可以到余力吃晚餐 或者是在车站后头的中校夜市 来就近解决 然后到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呢 建议你闲逛到柳川去走一走 消化一下呢 准备下个行程 八点半 他建议你呢 再站一回中华夜市 九点半 小酌一杯或去按摩 然后呢 这是一个行程表 他的右手边呢 就是一张所绘图 那就会告诉你的标 上面标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一直点 到十个点呢 早上从九点半 到晚上的九点半 这样一路走下来 所以各位光评这个 然后右上角有一个 可以这个扫描的 那换句话说 你就可以手机随时扫描 看到这个书的时候 上面做扫描 也可以用这个书 实体书呢 做一个参考的样本 我刚讲这个目的 只是告诉大家说 他其实就给了你一个指南了 给老外朋友来台湾 去逛台中的火车站 这周边的时候 一个指南 也让我们台湾的朋友 其实对我来说 我对台中没那么熟的 我这样看的时候 我也可能也会当做 一个参考范本 去逛 大概就看出来 你的编辑的用心了 其实这个路线的部分 是 我其实本来只有想说 我就把店家 整理起来就好了 然后就弄完很开心 给我英国朋友看 然后他就说 可是我对台北 真的超级不熟的 我根本不知道 怎么排路线 我就说这样 那我帮你排好了 你就等于给他一个 你就等于在扮演一个 纸上或线上导游了吗 对 然后 所以像台北 我就是有排了12条路线 那到台湾的话 我其实每个县市 都有排一条或两条 看那个地方 对 那像刚刚这个台中 因为我是台中人嘛 然后我其实住旧市区 所以这条 就是我生活的一个缩影 对 好 在我们现场的是 接连以台北挑剔指南 跟台湾挑剔指南 在舒适上面热销的 这个作者 郭佩玲 好 台湾到底有多美呢 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 非常资深的一个导游朋友 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他突然就跟正我 他说 诗平 他说你不能这样讲 为什么他要跟正我呢 因为我有时候就会跟他讲 我说 你把那些老外朋友 带到台北来 我说那些点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一天 照我来看 一天多就完差不多了 他就跟我说 诗平 你不能这样想 你要反过来想 对一个从来没来过台北的人来讲 他的好奇心 就跟你在台北生活这么久的 完全不一样了 他说 比如说 他把他放到故宫 搞不好对方就在故宫 待一点天 不像我们在故宫 可能就是走马看花 半天我们就跑掉了 他说 他很可能就待一天 那这样的话就一天一天的路线 如果再带他到士林 然后故宫 士林周边那边再去走一下 搞不好两天就走完了 所以换句话想说 有时候五天四夜 七天五 七天六夜 在台北 一个大台北地区 他玩透透 他很爽 他都还没有离开台北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说 因为我们 静庙七神 我们太熟了 所以我在看你这个台北调题指南 跟台湾调题指南的时候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 天哪 你讲的有些店家 我也从来没去过 那有些没去是因为 我的年龄的关系 或者是我们的 某一些兴趣的关系 所以比如说你介绍的书店 那种以漫画 或什么动漫为主的 我大概就很陌生 可是看你这样介绍 我觉得蛮好玩的 好像应该也可以去 稍微看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这就牵扯了 我先问一下 你在出这两套书的时候 针对台湾的 台湾的读者 台湾的玩客 台湾爱玩的朋友 他们有什么帮助 其实就像刚刚讲 很多人其实也不知道 原来台北有这些店 其实有时候 我听到读者反馈还蛮有趣 比如说他们看到一本 台北指南的时候 他就想说 不然以后台北有什么好处的 我一定都知道 然后就开始在成品翻 这家店 我怎么不知道 可能还在他家附近 他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 天哪 那就要买回去看一下 自己探索一下 然后台湾读者 就是常常有这种反应 还蛮有趣 那像是外国人的话 因为 其实他们可能 真的是对台北 没有太多的印象 那所以其实这本书 对他们来说 就是可以一次性的 看到很完整的资讯 然后对他们 也是蛮大的帮助 对 所以我觉得 对于本地人 或者是对于外国游客来说 都有一个蛮大的帮助 我跟各位说 一样 比如说我随手翻一页 翻到台北挑剔指南 他翻到啤酒屋这一张 他一样 他也是有一个基本的 一个啤酒屋的 中英文对照的 一个简单的解释 然后他介绍了六家的店 这六家店 我不瞒各位讲 我好像只知道一家 其他的几家 我还没去过 我虽然很爱喝这种精量啤酒 但我还不想说台北还真这么多精量啤酒 然后更重要一点是 他在后面 接着列下了台湾酒之多少 会介绍台湾的这些 包括台湾啤酒 小米酒 红标米酒 初物烧皱 然后金门高粱 葛马兰威士忌 然后更有趣的 我在日本的 有些杂志上看过 他们教你怎么样到东京的时候 去喝日本的清酒 那他们呢 这本书上也有一张 来台北 怎么喝 好 然后他就一个非常有趣的告诉你说 简单的告诉你怎么样 drinking in 台北啊 我很好奇 你自己爱喝酒吗 欸 爸妈不要听哦 麻辣有 我还会自己酿 真的吗 酿啤酒吗 我还有放一个我私人的美酒食谱 在台湾这本里面 OKOK在后面 而且现在刚好是梅子的季节 你是酿梅子酒吗 对我酿梅酒 在那个中部厕的第六十三页 因为其实南投信义香产梅子嘛 对对对 那你会自己 我自己酿梅酒 考一下怎么样 我跟你说其实原料非常简单 其实他就只需要就是梅子 梅子洗干净 然后酒跟糖 酒跟糖嘛 对 然后他的比例就是1比0.5比0.5 你是用在放在什么什么样的容器里的 玻璃罐 对 1比0.5比0.5 那1是酒 然后梅子跟糖都是0.5 然后这样 然后那坏掉说酒要满过 满过梅子 对其实基本上就是梅子跟糖 你放进去之后 你酒就是其实把它盖住 盖住就差不多了 这样通常要封多封闭 密封多久 其实我们都建议至少半年以上啦 半年 只有我觉得酿一年的那个 就是他酒味就会变得很纯 因为你一定要用38度以上的酿 你要用烈酒去酿 酿烈酒去酿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可以同时推广一下台湾的农产品 因为我以前有的工作是跟台湾的小农是有关系 那像酒就很推荐就是用物丰农会 他们酿了那个出物烧帚 很好喝 真的 所以你就是用你看你用台湾的有机梅子 然后用台湾自己产的酒 对不对 然后你糖你可以买台糖的糖就好了 所以你就是自己酿出 全部是 made in 台湾 对啊 就是你自己酿一个台湾的风味 对那其实他酿美酒就是跟节气有点关系 就是鼓雨的时候也快到大概四月份 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台湾 其实现在就已经梅子已经开始收成了啦 对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 我妈妈是是会会酿的 对那时候也是用一个小用玻璃的罐子 然后那你晓得小朋友吗 都是酿一顿时候看大人不在就把它打开来 拿那个梅子挖那个梅子出来吃 那个那个酿完泡完也是很好吃 很好吃啊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小朋友啊 喝到最后脸都红红的 好 这就是郭佩玲 我刚刚这样突然间问他说酿酒这一块呢 我们就是要证明说 吃喝完了这件事情呢 有时候不能只上谈兵 对不对 你还真是要自己喜欢做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做出一种乐趣来 所以当你喜欢喝点小酒的时候 你大概就能够真的知道哪边的啤酒 是真的的到位的 我有一次 我也有一年去日本跑马拉松 在奈良 然后我们几个朋友跑完以后呢 我们就在找 在那个他那个场边有很多的饮料会提供 我们就在找 然后我们找到一家日本的那个 那个限量的那个啤酒 哇塞 你要跑完了马拉松之后 喝一大罐 喝一大瓶500cc的那个啤酒 那个啤酒呢 那个又细 它倒出来以后上面其实没什么泡沫的 嗯 就那个酒一入口的时候就整个非常的细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 天哪 这个水质真好 这个啤酒的水真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了 对啊 就是一种人生的乐趣 也是旅行的乐趣 嗯 旅行乐趣 你找到一家很棒的店 找到一家很棒的店 坐下来好好地吃个饭 然后呢 好好地喝一点东西 那郭佩玲的这一套台北挑剔指南 跟台湾挑剔指南 大概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了 通常了 老外朋友来的时候 他们都在海外的话 对 要先进来 他们怎么知道你这套书呢 其实很多都是朋友送给他们的 对 然后以现在目前的通路来说的话 就是新马港澳都有 新马港 对 然后欧美的话很多都是朋友买来寄给他们 对 因为现在的确欧美那边可能还没有通路 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就是看 可不可以就是在欧美的通路上面去返售 对 但是真的很多就是 因为像是 因为你看他 有的人比如说送国外朋友以前会送凤梨书 然后现在都说 那你送凤梨书不如送他一本书 对不对 就是里面有更多资讯 然后他可以安排他的行程 然后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因为 我把朋友来要当地陪很累 那我就直接书丢给你 你自己照着书走 然后就是可以轻松一点这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送书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就是说如果有朋友来 你真的也没空完全陪他的话 或者是你也没必要陪他 因为你有时候很多点你也不见得很熟 那你可能真的就可以说 他来了之后 来之前你送一套这个书给他 然后他来了之后 你可能请他吃个饭 然后有一个第一天的行程 你陪他走个一两个点 然后就可以让他评着这个书 去找这个相关的资讯 我觉得这个是大概Good Eye台北跟Good Eye台湾 那个台湾挑递指南跟台北挑递指南 最有意思的地方了 自己这样做完之后 我们常说教学乡长教学乡长 对 你自己这样在做完这一套以后 你自己大概也对于台北 或者是台湾的这个挑递的这些店家 也是更上一层楼吧 那其实我真的觉得台湾非常的丰富有趣 因为我自己其实很爱爬爬灶 就是在疫情之前常常出国玩或什么的 就是走一圈 其实都会发现还是台湾最好最有趣 所以不管是吃的 然后便利性 然后就是比如说像以前我是在英国念书 那你很多店可能晚上就都没有开 然后所以你有时候也不知道干嘛 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 不管是你在国外生活过或旅行过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更珍惜台湾这个地方 那像就是吃钱会做书也是因为 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他就是设计还蛮特别的 其实国外很多大的城市都有像这样子的 我们叫design guide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比较有设计感的旅游书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超级有本钱去做一本这样子的书 可是都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还没有人 就是去去做这件事情 但我做了之后我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成本太贵 对对对 然后会很多很多的心力时间 然后还有你要投入蛮多的资源 可是问题是对这个创作者来说的话 他自己的成长也是很难以很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对不对 对啊 就是其实真的会了解多了解很多事情 因为你虽然说你已经知道说我要放哪些店 可是你在写文字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做很多资料的查证 或者是说你要去多 可能还要去采访这些店家之类 所以你相同的你也会获得非常多的东西 那我也是尽量希望把这些东西也都放到书里面 所以让大家也可以同样获得这些资讯 对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郭佩玲 带来了他非常挑剔的台北挑剔指南 以及台湾挑剔指南 都是由时报文化出版的 青年雨天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生活有你从此变得精彩有趣 不要大声的说我爱你 POP RADIO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就一起在一起 好 二十个台湾县市与离岛 四百五十家优质的好店 五十篇深度的特辑 web app的搭配旅行 还有二十一条旅游路线 一颗爱台湾的心 这个一颗爱台湾的心就是郭佩玲 全新的著作 这个书市场反应相当的好 感谢感谢 你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 他是中英文资讯这个蛮重要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设计 他的设计感真的也不错 有设计感的书了 这的确是 然后因为我觉得是市场有这个需求 因为其实我们老实说 我们也是有点讶异 因为台北那本当时出的时候 我们也本来是想说 是不是走文青会买 你都没想过 没有想到说他反应这么好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就是就想说 是不是可能 比较是我们这个族群的人 才会去购买 不然发现没有 其实很多人 然后像我还有朋友 我刚刚才听到 就是朋友买来送妈妈 因为就是妈妈退休了嘛 然后他常常跟就是阿姨们 一起出去玩 所以他其实也有把这个书 就是送给他妈妈 他妈妈也很喜欢 他妈妈没有说 夭壽耶 你这么小 怎么是那么小啊 对对 有啦有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有 因为他的编排方式 其实就是很文青的风格 各位如果常看这个 国外的这些旅游书的话 他们的有时候 他们字也不是很大的 因为他主要是要 要做很多的相关的资讯在上面嘛 对 所以大概这个编排方式 可以很清楚的来理解 可是市场反应这么好之后 所以才会有台北调离指南 然后再接着有台湾调离指南嘛 对 再下来 再下来 再下来你有没有想过挑战什么呢 再下来可能就出别的国家吧 没有啦 可能离岛可以做的完整一点 因为你的离岛 只是在后面东部的 有一些那个附加的一个 那因为我们讲离岛的话 各位想想金门 马祖 澎湖 绿岛 小琉球 蓝宇 蓝宇 其实也不少 对啊 其实如果要做生物 离岛专书的话也是很好的 就是集中在一本上面 这篇幅也是够的 对 现在是跟东部放在一起 有这样考虑吗 如果说读者捧场 让我们再刷的话 就可以 一定的啦 因为台北调离指南 其实市场反应相当的好 那接下来才有了一个台湾调离指南嘛 旅行最大的好处 或者是说到处 不管这旅行是国内旅行 还是国际旅行 国外的旅行 这种旅行 你觉得最大意义 和最大好处是什么 你个人的体会 对我来说就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 可能你的生活模式 或者是你的想法 就蛮固定的 那你离开一个地方 去一个新的国家 或新的城市 有时候会打破你 原本生活的惯性 然后会刺激你的思考 这是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像我 以前在英国念书嘛 所以我有很多印度朋友 那所以我其实 之前去印度玩了蛮多趟 然后每次去都觉得 哇 就是各种感官的刺激 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 很兴奋 然后就是 也会触发你思考 因为印度真的是一个 很 不管各个方面 都可以带给你 很大冲击的地方 那其实你去其他地方 也或多或少 会有这种不同程度的感受 而且有时候 亲自到一个地方去旅行 你会打破很多的偏见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刚提到印度 可能很多朋友 还没去印度 可能就脑海中充满了各种的 以而传而的各种的偏见 可是你自己去看 对 你的感受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对啊 这个其实是旅行最大的 所以说才会说 读万俊书不如行万里路 嗯 这是旅行最大的意义了 另外一个还就是 呃 写旅行书 嗯 我们来稍微 在最后一点点结尾了 让各位来感受一下 自己去旅行 跟写出来 把它写出来 你会发现到 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对 因为很多人常会觉得说 玩归玩啊 你要我自己写一篇游记 或者把这些 很清楚的介绍一下 我整个的这个行程 诶 就觉得 哇塞 很辛苦了 没错 所以他其实写作是一种训练 对不对 等于是让你更精准的去回顾 你整个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了什么 体会了什么 嗯嗯 其实角度不一样 如果你去看市面上的旅游书 我个人啊 我大概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比较个人心得式的 嗯 他可能是散文 嗯 那像我画他比较偏旅游工具书 嗯 所以我的重点是我希望可以 呃 很精准的提供给大家 对 就是收集最完整的资讯 然后 其实他里面有很多细节 我举例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路线的安排 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说哎 好像排得很顺 但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要先把这些点放到Google Map 嗯 看怎么走比较顺 哦 OK 要给反复的去研究 对你要反复去去呃 去仔细的去去观察 然后而且你还要注意到就是说 比如说你现在走起来很顺 然后结果你就发现哎 这个时间这个点没开 嗯 所以你可能路线又要有调整 走的顺之外 还要考虑到那个营业的时间 营业的时间 还有那个他的那个彼此间搭配的性质 如果说你晓得有时候 你在一个早上走两三个点都差不多 那最倒霉是第三个点 因为第三个点大家都已经觉得 哎呀其实差不多嘛 跟前面 所以你不能这样搭对不对 对 你一定是要让他有跳跃式的这个变化 他才会好奇嘛 他才会开心 对 这个我这个心得是我以前 年轻的时候去印度做一个节目 不是讲错 去埃及做一个节目 我们没骗你 连续前面几天都在走尼罗河沿岸的神庙 走到差不多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 我都听到我们同团的有一些人 哎哟 疼到要死了 都是都是放那个死人骨头的 有什么好看的 你想想第一天还很害心 很嗨 第二天 哦又神庙 第三天还神庙 他就累了 所以我就注意到说 旅行的点的安排 其实蛮重要的 对啊 你如果让他同质性的东西太密集 他会累 没错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企划在里面 就是你直接读的时候 其实那些资讯 已经是被整理消化过的 所以你就觉得好像蛮顺的可以这样走 但其实我们制作过程很痛苦 恭喜了 恭喜时报文化赵志明赵董 恭喜你了 这个作者呢 下次的第三本书一定会更为精彩 因为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该怎么写了 台湾离岛挑剔手册 不要先跟董事长保证 台湾离岛挑剔指南 好在这个假日的同时呢 非常谢谢这个郭佩玲 你有没有想过 当疫情如果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是 你要去哪里玩 呃我啊 你有想过 我可能 这叫做报复式的行销 对 报复式的消费 你会想去哪里 当然还是要台湾先走一下啦 但是如果是国外的话 呃我应该会去一趟欧洲 对对对 因为其实看看经过日期疫情肆虐之后 满目疮痍的欧洲 如何在在在痛苦跟辛苦当中 重新再站起来 这真的蛮辛苦的 无论如何 我想我们今天一方面给大家 大家加油打气了 就算暂时不能出国 不能够到处啪啪噪 你手上哪一本台北挑剔指南 台湾挑剔指南 我们也可以神游啊 是不是 我们就神游到了马祖 神游到了台中 神游到了台南 当然了台南市长或者是台中市长 可能会跟你跟你说戴着口罩来吧 没关系了 来了 好 感谢 感谢郭佩玲 谢谢 谢谢